是没跟他通话 是没跟他家长通话 是没有 然后他们就过来 6月 不是6月13、14号左右 就跑到我上班的地方来了 一到那里 那也不怪他们了 第一次他跑到我们 那个镇上的派出所 就是告拐骗 告拐骗以后呢 然后派出所就通过 通过查找 然后就联系上我 第一次见了 第一次我们 我赶过去就见了面 见了面以后 就他们就态度比较蛮横 就要怎么凶田田那种 然后田田就是 就是坚决不愿意回家 这个公安机关 始终都在场 当时他父母也在场 派出所的人也在场 田田也在场 我回避了 我到外面去了 是吧 然后他们在一起 就是说跟田田 就是问清楚 他的真实意愿 然后田田田就表示 坚决不愿走 然后他们就想采取 比较强蛮的那种手段 然后我就制止 是这样的 然后有些冲突 冲突以后 从那起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家里人就这样 从那起就好像 不服这口气一样 就一直要跟我干道理 跟田田是这样说的 你嫁谁都行 就是不能嫁给胡爱军 也没什么第一阶线 这是你杀访吧 但是 等一下可以问田田 是不是这个的道理 然后又要田田 我给你十万块钱 你离开胡爱军 什么的这个 然后田田说回答 这是田田跟我说的 回答说 我要田干嘛 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你们前后 不管是 去我去那边也好 去我妈妈家里 也去了两次也好 前后加起来不下十次 通过还有那个 就是说去侵害我们的权益 我怎么侵害 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 我们我和你一样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公民 我的权利和你的人存权利 是一样的 知道吧 怎么什么时候 只有你来侵害我 我只有敌党 你把过你带着高安基 为什么不把 我带着高安基 我带着高安基 我跟他就是说 突然他想到我这里来玩 然后我们 我们那时候又没谈婚论家 我凭什么就是说 还没播个两三天 我就跑到你家去 我自己我去提亲 所以胡先生也就是说 田田不想回家 想跟你在一块 对 但是呢 他的父母亲就 总是到你这来去找他 要把他强行带回家 他但是强行带走 强行带走 这个东西就是经过 我们那里 两 应该是三个公安机关 我们的检查机关 都介入调查和取证了 是吧 都是很认真负责任的 是吧 就是田田不回家 要跟你在一块 他的父母亲就要把他带回家 他言下之意 就是女儿是我的 我想 我说了算 我的意志就是 他要按照我的意志走 然后每次结果是怎么样呢 每次结果就是 我说田田如果自己愿意回家 我说 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拦 我也不会去阻拦 如果说他不愿意回去 你们采取伤害他的方式 去到这里来请害他那种强行带走 这样子 田田他坚决不愿走 而且他要我保护他那种 我说这个到高安来说 我肯定会保护 好 那我们再来说说怀孕的事情 他父母说他离家出走的时候 怀孕一个多月 您刚才说是八月份的事情 是吗 他怀孕的时候 人已经被抢走了 我不知道怀孕 只是说田田被他家里逼着他 吃了那个打胎药以后 你是说他的父母亲 逼田田吃打胎药 对 就是九月一号吃的 吃了药 他下午就跑到我这里来了 到傍晚的时候到我这里 药吃了吗 药吃了 熊女士 我先问问你 刚才胡爱君说 发现女儿有生孕之后 你们给他吃了药 这个算是真的吗 算是真的 女儿田田和胡爱君之间 到底是一段怎样的感情 竟能让作为父母的 张先生和熊女士 做出这样狠心的事情来 难道这个胡爱君 真的就是这么不堪 而身心受到伤害的田田 现在的状况又如何呢 张先生和熊女士 先方百气地 要挽回自己的女儿 他们能做到吗